与其盲目迷信招生官最想要的 不如认真思考自己到底有怎样的品质 招生官们认为表达自我与银河学校并不矛盾 招生官更期待看到特别的故事 而非千篇一律的我喜欢这个专业 我有技能和背景 所以我申请 哪怕只是小小的亮点和心意 也足以让招生官在成千上万份个人陈述中选择你 名校录取最多的就是那些带着开放性思维的学生 那些被称为专业待定的学生 招生官们强调 推荐信必须保持原汁原味 确保所有信息都是推荐者本人的原意 千万不要让招生官觉得你可能篡改了推荐信 小聪明非但无益于申请 还会留下作家的污点与嫌疑 进行锁定美东国语台周日晚间7点的 天下综横谈名校招生官的关键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